这道菜 会吃菜 北京方山 1136 咱们来尝尝 雨山的自分 抓炒鱼片 98 这个抓炒鱼片 首先这个茧子 它不留刀 这个抓炒的这个菜 它的茧子基本上都抓到菜药上 它不像是这个汤醋鱼片 汤醋鱼片它是牛菜 它的茧子要比较多一点 茧儿非常的酥脆 茧三 它是一个小酸甜的菜 往往很多人家把这个抓炒鱼片 和这个汤醋鱼片它混了 因为它是北京著名的四大抓之一 它是小酸甜 它有酸又甜 但是它不为猪 铜帕驼掌198 这很细节 这个驼掌上面搭配一个葱 人家处的这个脱章处的非常好 没有一点的那个行善意味 这证明它在法治的时候下了功夫了 它这个醋加的是恰到好处 既提了香又折了香 它的口感几软 还有嚼劲 其实就像那个猪蹄凉了以后那种感觉 在过去的时候它算是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菜 但是把一个公顷菜做成了一个家常菜 太乱了 再就是这个葱太香 真正的葱香味也没出来 可以让那个服务员给这个后厨的大厨分成 这个菜啊 可以提个小姐姐 就是在装盆上做一个家 你一趴菜呢 它要求比较蒸气 你咱这个趴菜 它就像是一个葱朝脱章一样 太乱了 提前不出这个菜的那个高大上 宫廷香醋鸭98 香醋鸭子呢 皮酥 柔烂 这是符合香醋鸭的特点的 但是香气不够 提前研制的时候 甲鸟甲鸟不足 这鸭子应该是怎么咽呀 从讲鸟就咽 再加上一定的无香鸟 咽透了以后 或蒸或炉 香醋 香醋 一定有香 香在前边 这个鸭子 基本上就是一个圆 佛手卷78 大发手 怎么说呢 它外皮是够脆 但是这个馅 它也散了 可说散啊 那馅 一点劲都没有 韭菜在搅的时候 搅馅的时候 给米酒没搅上劲 而且你切葱姜 切香油 没有香味里头 鲜味也欠缺 如果再夹着葱姜 夹着香油就好了 它这个馅是什么肉的 就是猪油馅 这个吃起来就发菜 而且肉馅也太瘦 加点肥肉 少加劲 琵琶大虾三味264 好喝 造型也不错 它就是方舟的琵琶 它是一个响性菜 也是一个工艺菜 一层虾土 摸上一层鸟子 上头栽白行五根线 底下是面包糊 是一个斑炸的烹调花 上头它就摸到平常的淡清糊 这个菜炸的很酥脆 而且肉还不发干 唯一的就是做这样重要的菜要讲究 一定要用清油 否则它的眼底的色彩出不来 你看它的鸡鸡 它同意用到一种油 要分开 香醋鸭子可以用点老点的油 但是琵琶大虾必须得用清油炸 醋椒鲁鱼158 再吃块肉 首先人家选的鱼很新鲜 富有弹性 口感很好 炖里倒火口来 实际上这个醋椒是它的口味 它的鸡发就是一个清炖 它挑的这个蒜和胡椒面的这个辣 也挺恰当 做这个菜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醋不能夹走了 夹走了以后 这个糖汁它就没有这么白了 因为这个醋呢 它可以食蛋白质凝固 口挑的不错 火口也不错 这个菜 今天这一座菜呢 这个宫廷菜 在我印象的 应该是一个高大上的一个菜 但是今天这座菜呢 你本来从起米装盘都够不上 所以就像家常菜 你比如这个葱爬脱蹄 就像一盘这个葱朝脱蹄一样 最后你给店家提点建议 把起米换一换 因为这些起米衬托不出的菜类高大上来 第二就是装盘 一定要归正一举 爬菜装出来 必须出菜 它比较整齐 暂且我把爬菜呢 做成了一个炒菜 再就是炸东西呢 在用油上一定要讲究 该用清油的用清油 该用混油的用混油 才能把这菜更加严厉的一面 凸显出来展现给顾客 另外一点朋友们快过年了 别忘了来点北京讲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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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